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长也很多 这个人呢不光是说在整个美国公众的眼中 甚至他在民主党里面 他的知名度都是相当低的 他这个一出来很多人都说 他是谁 就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说他是谁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研究一下 说这个人他到底是谁 然后他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 他都做了些什么 他跟贺锦丽搭档 这俩人能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我们今天一起就来看一看 首先来看这个Tim Watts他是谁呢 他很早的时候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啊 大学刚毕业 他就接受了一个这个世界教育组织 派他去中国 他就在中国呢 教书他就教了一年 所以他还稍微还会说点中文 结婚了之后跟他老婆 他们就开了一个跨国旅游的夏令营 每一年带着美国的高中生 去中国进行教育之旅 1996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担任明尼苏达州 曼卡托西高中的地理老师 还有橄榄球的教练 当他那个时候在担任高中老师的时候 他就在学校里面搞了一个同性恋联盟 然后他成为了教职顾问 这个是1999年的时候 他就在高中里面做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呢2006年开始 他就开始参选了 于2007年一直到2019年之间 都担任美国众议院的议员 在2019年竞选 当上了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所以呢很多新闻报道啊 说这个人啊 他是什么温和的民主党人 其实我对这个观点 我非常不认同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从哪看出来 他是温和 或者他到底有哪点政见 他是往中间偏一点点 我觉得都没有他其实是一个极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Tim Watts 他当政客这么多年 他个人的政绩是什么 主要的这一部分是来自他当州长之后 因为州其实就像一个小国家 对不对 我们就看到他如何去管理这个州 他把这个州管理成什么样 你同样也可以apply到美国 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当了美国的大官 副总统长 他会把美国往哪一个方向去带 那第一点呢 就是在他们那个州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 然后他就 他虽然自己声称了 说他是去路德会聚会的基督徒 但是相信我 他跟基督徒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他或许受过喜 或许怎么怎么样 这只是他表面上的一种说辞 但是你看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 他跟基督徒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他在从政期间呢 是极度的追捧穆斯林 他曾经在一次的录影当中 他还觉得自己特别幽默 他就把他后面 那个明尼苏达州的州旗 给换成了索马里旗 为啥呀 因为他们州里面有很多 从索马里来的穆斯林 所以呢 他这么做 就说哎呀 我让穆斯林感觉到回家了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好 准备 哇 等一会儿 那 这更好 Elhan Omar 也是他们那个州出来的吗 对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美国曾有一阵子 非常的害怕 甚至是反对穆斯林 就是因为911恐怖攻击出现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堆的人 然后他特别是基督徒 就在那边讲说 哎呀 我们要保护穆斯林啊 你们这样子渊渊相报 何时了 他们炸掉了我们的两个 这个双子星大楼 又怎样 耶稣不是说 这个左六脸都要给别人打吗 那个时候美国是处于一个 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有 有人觉得他这个样子讲出来 好像他自己很有大碍 他们就是穷 所以说才会想要当恐怖分子 然后才会被恐怖分子利用 所以说我们只要给他们钱就好了 我们不要去那边派军队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有很多这个样子的声音出现 所以说那个时候美国的培养 或者是聚集穆斯林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使用 我是比较爱的啊 我是比较包容啊 我是比较多元啊 我虽然是个基督徒 但是我接受所有的穆斯林来的 我觉得很多民主党的政客 都是那个时候使用这个样子的政权来得到权利的 而且你记得吗 就是我们之前有报过一个新闻 就是在明尼苏达州有一个城市 已经变成了穆斯林的城市了 对 市议会上面会广播 每一天 对 每一天就就在那边播 就就在那边开始播 这就是他所在的州所有的城市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他的执政下面 你可以看到明尼苏达州变得多么荒凉 下面我给你看一段视频 你会以为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战场吗 不 这是明尼苏达州 是的 我知道 有严格 在 am今尽法 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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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 有严格 有严格 我 有严格 他是非常非常 支持社会主义的 他在下面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哎呀 他说这个你 你为什么要害怕 就是讲出我们 这么先进的价值观呢 你为什么不敢表述 我们这么先进的价值观呢 然后他又接着说 他说这个对于某一个人来讲 说这种行为可能是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行为 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讲 这可能就是邻里友好的象征 爱你的邻舍 而且不仅如此呢 他还把明尼苏达州 变成了变性的避难州 就好像加州 说是什么堕胎的避难州 对吧 就是他们欢迎说 你其他的州的人 都可以来这边堕胎 我们给你出各种费用 那对于他们的州来讲 也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跨性别的避难州 就是小孩你想要做手术了 你就怎么怎么地难 你就去他们的州 他们的州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搞定 那接下来一点呢 就是他禁止转化疗法 禁止转化疗法 啥意思 转化疗法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挺多次 可是每次一听到这个名词都有点懵 就是啥叫禁止转化疗法 就是有个人 他就是小孩 他就是我要切 我要切 我要变性 我要变性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跟他说 就说你等等 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道路 你不必要这样做 你的性别是可以回到正常的原来 这种话你不能讲 你讲了你就得进监狱 因为你在转化他 就是人家说了 人家要切胸部 女生就说自己费是男生 说不是 其实你就是女生 我可以来帮助你 你可以回不到正常的家庭 你可以有小孩 你可以结婚等等的 你不能跟人家讲这些 因为这是转化疗法 所以就是你不可以帮助任何LGBTQ的人 回复正常 你也不能给他们传福音 就是说你相信耶稣 神可以医治你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讲 还有就是堕胎 他对堕胎是一个极其开放无比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她在2023年1月30号 签署了一项堕胎的法案 允许在分娩的最后一刻堕胎 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就是小孩的头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你还可以 杀死他 哇 而且呢 除此之外 他还签署了另外一项法案 就是说如果说 要去堕胎 对不对 结果去堕胎之后 你把小孩拉出来 要没死 活着的 你就让他死掉 这样子 就我们之前也听过 以前曾经在医院工作里的人 是 然后他们 小孩生下来活着的 但是爸爸妈妈不想要 他们就把他放在 走廊边 对 然后让那个小孩哭 啊 啊 啊 然后 哭到最后就没声音 他就是 他就是在那死了 就是要不然他就是冻死了 要不然他就是饿死了 要不然反正你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他就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你就丢在那 然后人就是这样来来往往就这样走 没有人管他 然后他 你就把他放在 你像出生婴儿 你不照顾他 他可能很快自己就会死掉 然后就死掉了 那除了我们讲到这些问题 你就你就想吧 就是所有左派推的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是大力的支持 什么开放边境啊 什么进枪啊 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他都是完全支持 所以我非常反对 管他叫做一个什么 温和的民主党人 你就想想Kamala Harris 有几个人会封城他那个程度 他选VP 他会选一个非常温和的民主党人吗 不会的 两个人都是非常极端 而且现在在民主党里面 你基本上是你不可以当一个 温和的民主党人 就什么叫温和的民主党人 像说John F. Kennedy 他是温和的民主党人 他有一些保守派的理念 然后呢 但是他支持 某层面的大政府 某层面的这些 progressive进步的议程 这种东西叫做 温和的民主党人 你现在在民主党里面 你当一个温和派 你只要意思说 或许 conversion therapy 就是这个 转化疗法 对 他或许这个样子 对人是好的 不行 你只要一讲出来 你就会被骂 然后呢 就是 你连质疑都不能质疑 你连怀疑都不能怀疑 你连问问题都不能问问题 你只要一问 你就是歧视 你就是贬低其他的人 你就是自大 你就是自满 你就是基督徒 所以说 呃 他们 在民主党里面 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温和派了 我们之前那个 在选加州这边的那个参议院的时候 也有一个华人 他就自称是 温和派的 但是你看他的政见 全部都是极座 你还不如就直接说 你 欸你就是共产党 但是他们在打广告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哦我是中间派的 我是温和派的 我跟那些人不一样 但其实他们所有的议程还有所有的方向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下面就是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哈 Kamala Harris 呃 选择这样一个VP 他会给整个民主党在大选的时候带来加分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 不会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 Kamala Harris 之前也讲过就是 他就是DEI hire 然后他就是因为 他说他是黑人 所以说他怎样怎样 然后他支持所有极左的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人出来 并不是中间派的 他也是个极左 大家都知道他是极左 所以说 你说民主党要在乎 他自己原本就已经很铁的 很固定的票仓吗 其实并没并不需要 他们就是会投民主党 我认为民主党想做的事情 只是万一他们输的时候 这些人会起来抗议 然后会起来造反 会起来乱 因为他们就想要培养这些人 变成一群愤青 然后呢 一天到晚想要打砸抢 然后呢 想要去做很多坏事 然后觉得说自己是正义的 他们想要把这些权柄给这些人 所以说 这个人 我听起来 我不觉得会给他带给多少的选票 我觉得会 你觉得会 因为 鉴于我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 对观众的观察 我发现 人们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人 当然也不是说从观众来 就是你从 网界的选举来看 或者以后 其实人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站在那里你讲的到底是什么 人们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根本没有在听 他看的只是一个样子 所以我就说 人会比较喜欢他的原因是 如果你看他讲话的样子 你知道一个老头 看起来很像个爸爸 他们现在给他的塑造的形象 就像他就是一个老爸 他是一个农村人 从乡村出来的 他很懂得生活 他懂得什么什么 他懂得这个 懂得那个 给他塑造整体一个形象是这样的 他一穿上西装 一打领带 人家就说 哎呀 老爸穿西装了 就是就是有种这种感觉 他们想让他有一种亲民的 亲和的这种感觉 那你这个东西 当然不光是说 这个人他本身的形象 就是他站在那里 看成什么样子 其实更多 一部分是取决于媒体 也就是说媒体 美化他 就美化他 你就说哎呀 你看他好亲民 你看他长得就像我们的爸爸 所以他就是更了解我们的需要 所以其实人的耳朵 都没有在听的 你不管是问共和党的人 或者是民主党的人 其实你问很多人 就说政策是什么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他们听了也没听进去 你知道吧 他根本他不知道 他只是就是一开电视 他就一看这个样子 或者一刷手机 一看这个样子 一看一个老头 穿个西装 然后卡芒哈里斯 一个女的 在旁边一笑 然后他也一这样 他就说哎呀 这个搭档不错呀 你看那个 那个共和党那边 怎么搞两个男的 什么什么的 他只 就是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男跟一个女的 他们可能会比较平衡 就是只要这样愚蠢的想法 他们就可能会愿意 去偷那个东西 我觉得 而且他说话的时候 看起来感觉很正经 他说话的时候 感觉很正经 他看起来也 他讲话的时候 你听语气什么 他也没有说那么极端 就是你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感觉 自己很正义的人 边上人在意拍手 在意鼓场 媒体在意宣传 就是他是一个正义的 老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讲东西 老百姓听不懂 老百姓根本就不想要研究 什么堕胎不堕胎 经济不经济 什么乱七八糟的国际形势 什么乌克兰俄罗斯 什么以色列 都不想知道 他们就唯一能听懂 就是自由 Come on Harris 跟他们就自由 然后他们就一直拿法西斯 这三个词去攻击 川普还有Vance 他们就说 你看他们上去了 他们就是极权 他们就法西斯 哇大家一听 极权法西斯吓坏了 我们怎么选个 极权法西斯的人呢 他们也不会真的 去调查真相说 他们为什么极权 为什么法西斯 因为如果 但凡有一点 求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真的花一点时间去查 就发现说 没有民主党在说谎 但是绝大多数人 他们不会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形象 来讲的话 然后对于选民一般的这种 心理层面的了解的话 我觉得是会加分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你看这有一个 很靠谱的形象 你在反观 那个川普是吧 他们就觉得 川普一天大嘴巴 胡说八道 你再加个Vance Vance又说了 女的不生孩子 光养猫 对不对 而且我看到很多 工具Vance的说 他说什么 说你看 Vance是不是化妆了 你看他那眼睛 是不是像化了眼线 涂着睫毛膏似的 他那时候就说 我告诉你 Vance他绝对就是个同性恋 他就是在这装 我说你就越装的人 他其实他里面 他就是个同性恋 越gay 对 越装他越同性恋 你知道吧 就是大家现在恨自己 对 原来讲讲讲 都讲成这样了 就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人们缺乏 非常基本的教育 那这些教育呢 在家庭里面 没有被普及到 在学校里面 你也不能让学校普及 因为学校的根本 就是谁执政的 就那个 对吧 也不能让学校普及到 所以人们缺乏这种 最基本的认知 还有最基本的教育 然后人们也缺乏 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感觉 就是说我真的要为 我手中的选票去负责任 就是说我今天 有这样的一个rights 权利 就是我今天有这样一个权利 这个不是白白得来的 如果我乱投票 如果我没有去了解真相 我就随便去投票的话 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没有这样一个 基本的认知的概念 所以很多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绝大多数的人 都缺乏理性的思考 以及他们没有 圣经价值观的基础 也就是说他们 哪怕就算去了解了之后 他们或许也做出 非常错误的决定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那你往往去看 这些人很骄傲的 很自以为是说 我能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绝大多数他们的人生 都是非常苦的 因为他们一直在 给自己的人生 选择错误的方向 然后因为他们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 错错错错错 就一错到底 然后不光把自己的人生 给搞乱 把自己的家庭给搞乱 而且他们也要用 这种方式去投票 然后这样的话 国家也会往一个 非常糟糕的方向去走 所以这种 非常自以为是的想法 需要被整理 也就是说 为什么 建国的先父会讲说 必须要有圣经的教育 就是我们的宪法 必须要配合 是给谁的 是给基督徒的 然后是真的了解 圣经的基督徒的 你这套宪法才有用 不然的话 你立啥法律 啥都没有用 啥都没有用 就是这样 就跟 你刚刚就是 John Adams说的嘛 对 然后还有 Thomas Jefferson 那时候讲的 就很那个 他是非常反对民主的 美国建国国父 基本上都是反对民主的 John Adams还说就是 你如果要相信民主的话 你如果觉得民主 可以拯救什么 你只要 最好反对民主的 argument 就是你出去 跟average voter 讲 那个 讨论一个小时 他就说 你只要出去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发现 民主会 让一个国家崩溃 我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 但是是个事实 你记不记得 我们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说什么 谁谁谁 要参选参议员 加州的参议员 然后有个人 就特别打电话给你 就说 你是不是说错了 参议员 一周只有两个哦 然后现在参议员 是Diane Feinstein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对 就说你怎么 怎么还有那个参议员呢 然后我说 对啊 州有州的参议员呢 你说的是去联邦的嘛 我说 州也有州的参议员 蛤 州还有州的参议员啊 对 我说州也有自己的议会啊 他也有Assembly 还有Senate 然后他还是就是 基督徒群里面 比较有关注政治的一个 对啊 他也很热心啊 但是就是 非常基本的知识 是比较缺乏 他当时就是不太知道 我说完了之后 他还不相信我 我说那我去查一查 他查完了说 哦对对对 原来真的那个州议会里面 还有参议员这样的位置 对 所以说呃一般的美国的人的知识 还有对于现在美国政府的运作模式 不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运作模式 各个州的运作模式 是非常模糊 然后非常不知道自己的案子 你这样一讲的话 我的确也同意 好像只要他的形象好 只要他的这个讲话 态度很温和 只要像欧巴马一样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 哎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哦 这个是个挺好的男人 如果他要是再加上一点 就是如果他再带点幽默感 他再会讲一点笑话 很多人喜欢欧巴马 就是觉得他形象挺好 是不是 那个又高又什么 风趣 幽默啊 然后彬彬有礼 也看起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就一个人的本质 要看他去做什么事情 而是跟他外表展现出来什么样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轻敌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川普 得到了很多的胜利 然后共产党得到很多胜利 我们会觉得非常高兴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 就一刀性了 敲尾巴啥也不干了 因为我们看到 清醒的人也不是很多 然后能够按照真理去分辨 去判断或者去投票的人 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首先能做的 就是一定要叫基督徒起来投票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 说话还是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圣经 你不管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很多人他或许没有读过很多圣经 但是你问他说你同意圣经吗 是绝对对真理吗 他也同意啊 虽然他也好像也不太知道 圣经里面讲什么 但他也同意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 我们是有common ground 虽然很多人他不要参与 他没明白 那只是他现在暂时没明白而已 但是我们必须要叫 有投票权的基督徒 起来去投票 因为我们的common ground 还有我们都侍奉同一为神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那当然了 我们要借着各样的机会 不光光是跟基督徒来讲 如果说你身边还有其他的好朋友 不要害怕 现在剩这几个月的时间 尽你的能力去跟他们讲 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 如果他们不相信圣经 OK 你可以不用圣经的角度来讲 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你从各种角度来讲 你都是知道 民主党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 要跟你的孩子传福音 每一年都有好几百万的年轻人 十八岁 然后二十岁 他们可以投票 得到投票权 对 那如果说你看 我们美国的投票史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一年比一年的左 一年比一年的左 左派的人数 一年比一年的多 为什么 我们可以怪学校 我们可以怪什么 他们就是把我们的小孩 培养成那个样子 然后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当父母的 还有我们在教会 教主日学的 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孩子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说每一个教会 都是用圣经的真理 去教导孩子的话 如果说每一个家庭 都有一个家庭祭坛 然后每天祷告 带着小孩信主 然后知道 神要给我们道路的话 第一个父母会变得更刚强 第二个小孩会变得更 有道德价值观 而且不会被左派 这样子去洗脑 美国会一直往下掉 美国会一直不断的败坏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信仰没有传承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美国在建国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国家 每一个建国国父 都是基督徒 每一个建国国父 在这个制宪会议里面 讨论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讲说 我们这条法律 符不符合圣经 我们这条法律 有没有冒犯到神的律法 我们有没有用神的爱人的方式 来去治理我们的国家 他们是以这个样子的方式 来制定我们的法律的 我们的宪法的 现在当我们一代一代 没有这个样子的教导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代都是变得越来越那个 信仰是信什么都可以啦 这是你的自由啦 OK 哎呀我们美国是这个这个这个 呃多元包容平等 哈哈哈哈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会 我觉得 圣经里面他说 神是探查人心的 不是看外表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是看外表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 还有一个人的形象 还有他说出来的话 他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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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基督徒的 我们必须要看一个人的方式 就是他结出来什么样的果子 他这个州长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 Minneapolis 对 那样子的果子 就是全部都变穆斯林 然后呢 在那个里面 打砸抢收 对 我们常常会被 呃 一个人的外表 还有一个人的形象 骗到 但是这一次 我们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方式 真的就是把圣经的价值观 传给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小孩 嗯 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关键 我想说也不应该叫他得胜的关键 就是唯一 唯一 唯一一件我们需要在意的事情 就唯一只需要在意这一件事情就好 那就是在诗篇44里面告诉我们的说 神啊 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臂 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日因神夸耀 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 所以我们要记得神过去所做的事 神过去能做 如今还能做 神如何建立美国 也必能使用我们重新使美国回到根基上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需要我们配合 不是说哎呀 神能做 然后我们就啥也不管了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需要我们来学习 神需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更多的与他亲近 让我们在跟他亲近的过程中 跟他一起合作同工的过程中 让我们更多看见神的公义 看见神的荣美 并且让我们学会 在属灵征战当中 如何使用属灵的权柄得胜 我们现在在打的是个属灵的战争 我们现在被侵略的是个属灵的侵略 我们现在孩子被洗脑的是一个属灵上面的被洗脑 现在的情况是魔鬼跟神在做一个角力的概念 我们要赢得这个属灵战争 才可以赢得美国的美德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你对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州长 现在被Kamala Harris选成VP的这个人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他跟贺锦丽一起搭档 能够使美国变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你要是看到非常悲惨的结局的话 那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什么呢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一旦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